花蓮到现在雨水充足 米的产量不予匮乏 不过西部却因为缺水修跟其拉长 粮商有意要买东部米 就怕东部米价会跟着涨 预期农会总干事蔡宗翰表示说 确实有这两天一些西部厂商 也是蛮大的厂商有来花蓮做出不了解 不过还没有跟他们实际洽谈 米粒饱满一包包装填米商赶出货 去年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门 在家自己煮花蓮米业绩翻倍 今年西部地区适逢旱灾 传出有西部米商来东部洽谈进货 在市确实有这两天有一些厂商 西部的厂商 一些蛮大的厂商有来做出负的了解 但是还没有跟他们有实际的谈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农会今年的量 大概到六月份应该是刚刚好 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量来卖给他们 台湾今年历经了56年来第一次风水期 没有台风的情形 中部与南部缺水严重 因此一起到做休耕 不过东部地区并没有受到影响 花蓮第一期水道也如其完成插阳 一个月我们200吨的销售速度来看 刚刚好就到六月份就会结束 就是整个就是会结束 那新的六月份结束就是新的米就进了 所以我们来讲的用量应该是刚刚好 能够卖出去的空间相对就比较小 外界也担心如果真的发生墙米的问题 东部稻米价格会不会上涨 花蓮四大农会解释 目前稻米价格不会调涨 如果六月以后真的发生米商墙米的情形 七月再决定价格问题 记者高雙雙预阵采访报道